空污污问题惹民怨,台中市有学校住宅大手笔装设空气清性机,那政府呢? 台中市长林佳龙今天下午在商业发展研究院中部院区筹备处揭牌一事实说,台中市政府已展开全面的空污防治计划,包括争取到中央1500亿元投资天然气发电厂,取代燃烧生煤,绿色交通已有10公里免费公车, 加快电动公车的数量等,他认为防治空污要全民动起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也要携手合作,提出极其有效的做法。 台中空污问题惹民怨,其中占台中市境内固定污染源下午2,5排放量46%,2%最大宗的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占全市下午2,5排放量14%,6% 成为各界矛头指向台中市海宝局昨天核定山检台中火力发电厂500万吨生煤许可使用量渐幅高达24%,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建厂以来首次核检生煤的记录。 林佳龙认为空污大致可分境外污染源和境内污染源,境外污染源难以掌握,境内污染源包括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一散污染源。 空污是全民问题,全民呼吸同样的空气,所以全民要动起来,不分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防治空污,提出极其有效的做法。 林佳龙说,台中市政府已展开全面的空污防治计划,其中包括争取到中央1500亿元投资天然气发电厂,取代燃烧生煤绿色焦。 通部分,台中市政府已经有10公里免费公车交通局成功争取环保署3。 3亿元补助将在未来三年中降,持续减少燃油公车数量,太换成电动公车。 目前台中有70辆电动公车,高居全国第一如何来加快电动公车的数量。 中央也有补助计划推动电动机车,让二新乘机车柴油车退场。 他指出另外像一散污染源,例如露天燃烧稻草工地或裸露的阳尘等积极加强鸡茶。 也争取到环保署加码编列10亿元补助设置外普律能生太原区台中市长林佳龙。 中,今天参与商业发展研究院中部院区筹备处接牌一事。 记者赵荣轩摄影,分享台中市长林佳龙。 左二,今天参与商业发展研究院中部院区筹备处接牌一事。 记者赵荣轩摄影,分享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 记者赵荣轩摄影,分享台中市长林佳龙。 左二,今天参与商业发展研究院中部院区筹备处接牌一事。 记者赵荣轩摄影,分享。